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诊断出患有年轻型失智症 那他把他不是那种大把的 是好像我们传统的那一种 其实真的他们有些 就是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他就会看着在想 可能他在想 我应该要做些什么吧 五年来 英平的目光一刻都离不开丈夫 对他来说 照顾明慧的过程如同过山车 总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一次明慧从日监中心回家时 突然失踪 他还得报警求助 那个时候是接近六点半要七点的 他还没回到 因为他身上没有钱 他漏掉要忘记拿 那么我又怕他肚子饿 又怕他晕倒 他又不要开口问人 那么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我就做一个警告 就差不多接近七点 他真的是出现 出现在家里的门前 英平和明慧的独生子 俊元 今年十三岁 从小听不到 目前在特需学校上课 他向来通过写字条跟父亲沟通 心理卫生学院的调查显示 本地每十名六十岁及以上的人士当中 就有一人患有失职症 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 近三年的数据显示 本地年轻型失智症的患者 有上升的趋势 2016年有180位 2017年有184位 2018年增加到228位 医生说 年轻型失智症患者 一般介于35岁到65岁之间 有高血压 高胆固醇 糖尿病 以及抽烟习惯的人 都有可能提早患上失智症 医生说 没有医疗证据显示 生活压力会导致年轻型失智症 失智症是一个脑部受损的疾病 那么这也取决于脑部的哪一些区域受到损坏 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阿滋海默症 这是因为脑部的这个海马体先受到损害 而造成患者产生了这个记性逐渐的退化 无法记得近期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如果是额叶受损的话 患者也许可能会有这个情绪化 以及性格受到改变 或者无法策划与判断的这个能力 额叶跟孽叶这两个区域都能够影响到 患者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功能 此外 医生说遗传因素也会使一个人得失智症 但明慧家里并没有人得失智症 他也没有高血压 糖尿病或抽烟的习惯 医生也没办法查出为什么他会得失智症 新加坡失智症协会也注意到 有更多四五十岁的患者向他们求助 因为四十多到五十岁之间你可能还在做工 可能你还在供养你的孩子上学 或者是说老婆也在做工 所以当他们得知自己有失智症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大的可能非常大的打击 明慧原本当技术人员 月薪大约三千元 英平是家庭主妇 明慧在被诊断初期还可以工作 但后来药物会让他呕吐甚至晕倒 公司于是让他在家休养 并给予一年的补助金 养家的重担落在了英平身上 还好我有出来做工 不然经济那方面真的很糟 在失智症协会的安排下 英平也到瑞智互助家庭计划上班 补贴家用 明慧也到大巴窑的失智症咖啡座上班 这是新加坡首个聘用失智症患者的咖啡座 目前有四名失智员工 负责洗碗 包装饼干等工作 因为他们在这里至少有五六个小时吧 五六个小时对家人是很重要 因为他们可以做他们治愈的事情 和减碳他们的负担 他们知道在这里有人照顾他 吃方面 活动方面这里 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否患有失智症 回头让你看看国立脑神经医学院 做检测的画面